這場政黨電視證件發表會 有小黨抗議 發表的時間是依照政黨推派的 不分區人數而定 藍綠白大黨有十五分鐘 而小黨最少的只有四分鐘 十分不公平 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跟臺灣激進 臺灣綠黨聯合召開記者會 因為中選會八號晚間 舉行首次的政黨電視證件發表會 不過這個時間是依政黨推派的 不分區人數而定 像是國民黨民進黨與民眾黨 提滿三十四人就有十五分鐘的 發表時間 時代力量提八人則是六分鐘 小歐盟及臺灣維新則是三人 四分三十秒 最少的是只有四分鐘 與最大黨就落差了十一分鐘 也就是與參選保證金成正比 所以臺灣的選舉制度 不只是對於基層的個別參選人而言 是高強 對於小黨也是高強 登記的保證金上 以及競選影片上 小黨們認為現在的選舉制度充滿不平等的法規 造成小黨漲不大 更以百分之五的票數門檻壓縮空間 此外如果未能拿到百分之一的政黨票 捐款者的捐款就無法抵稅 將不等值的現象影響民眾捐款意願 就算在立法院修法也很快就被否決 三黨遞交陳情書給中選會 要求均等分配政黨宣傳影片 還有政見發表會的時間 也承諾如果當選會積極推動公費選舉 沿你保證金替代辦法 與補助款保證金退回門檻的下修 記者韓英吳家寶台北報導